颁奖台上笑容灿烂高举双手 陈念琴主动揪团欢呼 无惧性别风波的金牌选手克力福也在里头 暖心举动令人感动 女子66公斤级四位独派选手相知相惜 但57公斤级的林玉婷对手态度大不同 林玉婷在八强对战保加利亚 四强对到土耳其选手 两人都在落败后用双手食指比出X案指 林玉婷性别风波 金牌站上对上的波兰选手也在赛前挑衅贴文 来看看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 要去帮我们拳击决赛选手林玉婷加油 在法国的台湾人就担心林玉婷被欺负 主动揪团观赛 选手的风度跟高 其他对手的做法 我们无法去管控或控制他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support我们的玉婷 后来呢我们开始非常的激动的连续刷票 甚至我们还有那种刷票的达人 财经专家Amy也分享 拜托在巴黎的人去现场为玉婷加油 家人团从70人增加到150人 门票很抢手 售票系统只剩价305欧和420欧价位 205欧的被抢购一空只剩二手票 就连法国媒体本来也质疑 选手性别风波 现在风向也变了 法国人到后来也开始有一些刚开始就是反对了 后来发现呢 其实我相信法国人是有思考能力的 咱们知道什么是真的 现在越来越多人听他了 我相信玉婷一定可以啊 可以拿到请拜了 大家说的 像是林玉婷两年前PO出的耐达训练 培训员不断捶她的肚子 面对打击也让她加强肌肉 还有抗疾能力 不只肌肉训练度加强 也能适应疼痛 用实力教训造谣攻击的人 用最闪耀的奖牌做出回击 也被新闻 中英文草战人采访不到